截至到目前 经历了一番波折之后 2019年GDP十强城市排行榜 终于是尘埃落定了 2019年GDP排行前十的城市 分别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庆、苏州、武汉、成都、杭州和天津 为什么说是经历了一番波折呢 事情还要从去年说起 去年的11月22日 国家统计局表示 将根据我国GDP总值的核算制度 和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的结果 对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初步核算数进行修订 修订后的结果是 2018年我国GDP是919,281亿元 比初步核算数增加了18,972亿元 增幅为2.1% 另外国家统计局将授权各地区统计局 在公布2019年本地区生产总值时 一并公布2018年的修订后数据 因此在2018年数据修订的基础上 2019年各大城市的GDP都发生了一些变动 相应的一些排位也发生了变化 比如说重庆的GDP已经接近广州了 武汉反超了成都 天津则退至第10位 在这GDP10强中 北京、上海、重庆和天津是传统的四大自家市 深圳、广州、武汉、成都和杭州是副省级城市 只有苏州是个地级市 从地域上分布看 10强城市中有7个位于东部沿海 长三角三个、珠三角三个和京津冀地区两个 在这份榜单的前四位仍然是北上广深 这四个超一线城市 他们的位子很稳固 上海市2019年全市的生产总值是38155.32亿元 比上年增加了6% 2019年上海全市制造业投资 在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等一大批项目的带动下 比上年增长了21.1% 北京的GDP也超过了3.5万亿元 2019年北京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5371.3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的比上年增长了6.1% 珠三角地区的两大副省级城市深圳、广州分别排在第三、第四位 2019年深圳、广州分别实现了GDP2.69万亿元和2.36万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 从1989年开始 越居全国第三的广州在2016年被深圳超越退居第四 在过去的几年里 两市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 2019年广州的经济总量比深圳少了近3300亿元 广州不仅跟第三名的深圳之间差距越来越远 现在排在第五名的重庆也在紧随广州 2019年重庆的GDP仅落后广州不到23亿元 现在广州和深圳之间的差距 从高科技企业的数量、上市公司数量 500强数量上就能看出来 广州虽然也拥有了一大批的高科技企业 但没有像华为、腾讯那样响当当的头部企业 广州的传统优势产业是汽车和生物一样 但是在这些方面也极少有行业内的头部企业 在民营经济领域只有几家房地产公司具有全国影响力 在新兴产业中还没有什么有竞争力的企业出现 而重庆辖区面积大 人口高达3000多万 在体量上足能抵上一个中等省份 未来两年超过广州的可能性非常大 位于中西部地区的武汉和成都都属于地区的中心城市 他们的竞争也十分胶着 数据相差很小 这两座地区中心城市都有着科技教育实力雄厚的优势 又都是传统的工业基地 近年来两座城市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都很迅速 未来两座城市在经济总量排位的争夺上还会更加激烈 2016年到2018年 成都GDP都略超武汉 2019年武汉又略超成都 不过今年由于疫情影响 预计武汉会再度被成都反超 同样出现胶着的是排在第10位的天津 和排在第11位的南京 它们之间的差距只有74亿 相信未来各大城市之间的高新技术产业 新经济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领域的发展 会直接决定今后的排位高低 明年的城市GDP实想榜 还会有新的面孔出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